谢允在她脚腕和足底某处用力一揉一按,默然便情不自禁地腰身一软,倒在软塌上,身子颤抖了好几下。 太后,这样很舒服的,说吧,又动作不停,默然很快便香焊淋漓,又燥又热,只觉得眼前全是炸开的烟花。 谢允得意请功,太后,我就说吧,啪,默然恼羞成怒,一巴掌把谢允赶下了马车,她当众顶着红彤彤的巴掌印也不在乎,只跟侍女坐在一起,手里编织着什么,这是什么,侍女好奇。 谢允微微一笑,这是礼物,云深不知处。 自三日前,魏英受了惊,猛力推开蓝战,对方当时未说什么,规规矩矩,陪着用了晚膳,之后却未再回来,夫妇俩好似进入了所谓的冷战。 有了这一出,竟是一些奴仆私下不少非议,都传少主刚回来,与少夫人刚见不到半个时辰,便阴沉离开。 看来是表面功夫都不想维持了。 蓝氏正是盯蓝望鸡盯得最紧的时候,他这等表现反让他们放了心,虽非在蓝氏教养长大,可总归还有些规矩体统,魏英再不讨蓝战喜欢,也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。 蓝望鸡在如何优秀并非真少主,一旦蓝战日后回来,一切仍要拨乱反正的。 若小叔与凶嫂走太近,发生了桃色风月,便不好收场了。 蓝战直接走了,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,魏英莫名有些委屈。 他虽然眼瞎,但也因此分外敏感,自然分得清楚冷淡和生气的区别。 可魏英实在不明白,阿湛哥哥为何要与线线生气? 我乖乖听话了呀。 他轻轻摸摸肚子,明明是阿湛哥哥自己说,要等他身体恢复好些,再种个宝宝的,他的身体还在调养,药膳也未用完,现在还不可以。 蓝望鸡抽身离开,却是不惜自己情绪受魏英太多影响。 他在听到魏英邀公司的说,他快准备好受孕时,那一瞬间,简直极度地快发狂。 他极度地恨不能立即把一脸娇羞的魏英占友,把他生吞活泼,吞进自己肚子里。 那是蓝湛的妻子,你名义上的凶嫂,可不是你蓝望鸡的沉溺某种不受控的情感,是杀手最大的忌讳。 我可不是蓝湛那种自寻死路的懦夫。 少主,少夫人娘家云梦未是来人了,宗主请您过去雅士一趟。 蓝锦仪匆匆来到冷泉禀告。 蓝望鸡闻言,漫条斯里起身穿衣,竟是那,派人告知了吗? 蓝锦仪一愣,心中有些奇怪,还是斟酌道,这,宗主曾说少夫人不便,从不让他出席陪同,您也吩咐无需。 但发现蓝望鸡眼神不善,立即改了话头,属下立即派人过去请少夫人,不必了。 蓝望鸡一摆袖,直往静氏走,我亲自过去告诉她。 发觉蓝锦仪满脸藏不住的疑惑,又道,毕竟是少夫人娘家,云梦亦是世家,若次次不去,岂不是让人笑话失了体统。 蓝锦仪忙道,少主说的是,跟上时又心里想,不愧是咱们少主,最重规矩。 父亲和阿里来了,魏英有些惊喜,继而转成些许紧张,下意识地摸摸平坦的小妇,半年前娘家仍过来特意叮嘱,这次怕是要催了。 第一次庆幸,不必立即出门招待客人也是好事,至少能多躲一会儿。 少夫人,丝锥先为您官发换衣吧。 蓝丝锥伸手欲扶她起身,魏英伸出手,却是被另一只更宽大有力的手掌握住,掌心威兵,魏英被凉得只想后缩,可对方握得更紧。 我来,你取出衣服放好,先退下。 蓝湛把魏英抱起来。 夫人躲什么?魏英安静地摇摇头,只把仍赤裸的两族靠拢在一起缩了缩。 她很不习惯如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阿湛哥哥,想着还不如以前的相敬如宾呢。 至少举止有度,这次叶列回来,怎变得这般难以捉摸,在想什么? 蓝湛妈撒着她的警侧,动作暧昧亲昵。 阿湛哥,魏英怕痒,不得不拌痒着脸闪避,唇却不小心碰到了一片温凉平滑。 她一下子僵住了。 心中刚泛起酸气的蓝湛,感受到脸颊的温热柔软,也愣了一下,但她反应极快地按住魏英猛地后退的脑袋,往自己这一推,侧脸稳住了她。 啊,嗯,魏英一张嘴,反衬了蓝湛的意,迎进一位霸道的客人,在自己的地盘强势扫荡,还非逼着主人一起翻转起舞。 把魏英的甜美尝了个遍,蓝湛才勉强压下那阵不爽,轻抚着靠在自己肩膀上微喘的佳人。 反正你的阿湛哥哥已经消失了,容你多念几句又何妨,但他非常不喜欢这张小嘴里换出其他男人的名字,于是强硬道,父亲给我取了字,旺姬。 夫人以后换我旺姬哥哥或者夫君,知道了吗? 魏英还未完全平息那份情热,反应慢了一点,宗主给阿湛哥哥取字了。 你那时不是说自己不能取字的吗? 当时蓝湛的语气带着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悲哀,所以他才记得那么深,而且那一夜,也是他最靠近对方的心的时候。 虽然阿湛哥哥喝醉了,第二日也什么都不记得了,没有什么是不该的,命运自有安排。 蓝湛摸着魏英的侧脸似向非向,就如此刻的亲密,不等魏英疑惑。 他握住对方的脚,日后不得在其他人面前斥足。 蓝湛的动作太暧昧了,魏英只觉得脚心发烫,这股热气直往上冲,把他脸皮也烫红了,用力蹬了蹬,没蹬开,只能羞耻到,我记下了。 阿湛哥哥,蓝湛把他腿一抬一扯,凉凉道,是旺姬哥哥。 被蓝湛这一拉一推,魏英几乎是高抬腿横躺在对方大腿上,半身悬空的他吓得憋红了眼。 忘记哥哥,不要这样,夫人哭了,看着兔子眼都出来了。 蓝湛却叫只能如此颤巍巍地靠着自己,满眼满心都是自己的魏英,才最可爱。 似乎发觉他在不怀好意,魏英泪汪汪地敏唇。 蓝湛深知不能欺负太过,免得把人下进洞里躲着不出来了。 接下来只安分手挤地帮魏英换衣官发,最后放下梳子,太瘦了,得好好补补。 魏英站起来道,阿,旺姬哥哥,温衣失配的方子我都有好好服用。 怀孕,蓝湛从背后搂住他的腰,双手放在他肚腹处,眼神冷冰冰盯着镜子里的一脸温柔的魏英,与他耳边撕磨。 夫人别急,咱们有的是时间,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孩子,一个,你跟我的孩子,魏英乖乖地点头,心里松了口气,这样,自己对娘家也有个交代了。 蓝湛看见他的激动却愈发阴沉,如此期盼为那人怀孕生子吗?蓝丝追他们等了又等,少宗主和少夫人一直不出来,只能小心提醒。 少宗主,时辰差不多了,蓝湛松开魏英,夫人,咱们该去见见岳父他们了。 云梦卫世,实力仅次于蓝氏的大家族,是盟友,亦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对手。 嗯,魏英深吸一口气,慢慢走了出去。 雅氏里,蓝宗主和魏宗主相谈甚欢,旁边是蓝宗主义子蓝西辰和魏氏嫡女魏艳离二人。 蓝望姬夫夫俩一道,众人停止交谈。 待问了李,魏宗主打量过蓝湛,听闻闲虚业烈受伤,如今身体可好转。 这次过来,老夫还带了一株云梦雪莲,疗伤再好不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Chrysler